大家好 欢迎来到X单我是徐坛元 在2013年3月15号 台湾省新北市大同派出所 收到了一封令人心惊肉跳的匿名信 这封信的字迹独特 里面写着 一开始警员们只是将这封信 视作一场恶作剧 然而这份不同寻常的信件 竟然揭开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此案离奇的是 为何会突然从天而降 一位好心人指引警方 去寻找死者的尸体呢 而这位好心人的真正目的 又是什么呢 他又是怎么知道 陈婉婷的下落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还原 这起新北市烟头案 故事发生在2013年3月15号 在台湾省新北市三重区的大同派出所 就在警员们正忙碌着 从事着案件处理等工作室 他们收到了一封充满谜团的信件 这封信没有署名 信中描绘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距离250公里外的嘉义水上香 一个南宫侧内隐藏着一具尸体 值得注意的是 这封信的结尾居然写着好心人流 虽然一开始 警员们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但是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 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面对真假难辨的情况 警方毫不犹豫将这封信 转交给了嘉义县水上香分局 希望当地警方能够一探究竟 在当晚6点左右 警方依照信件中好心人的指示 来到了嘉义县水上香的悬速上天宫 也就是马祖庙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南厕所 警员们逐一打开厕所的门 果然在其中一个隔间的马桶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塑料袋包裹的圆形物体 虽然袋子很小 但现场的警员们看到这一景象 认为事情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加错综复杂 于是他们紧急联系了法医前来处理 法医开始打开塑料袋 然而里面竟有7层包裹 最外边两层都是大塑料袋 然后是蛇皮带 外套 T恤 短裤 最后一层是一个女士内裤 当拆到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时候 一股浓烈的尸臭味扑面而来 最终当拆到最后两层时 法医惊讶地发现 里面竟然覆盖着大量的盐巴 而在盐巴下面是一颗头颅 这颗头颅的双眼凹陷 从下颚被残忍地切断 整颗头颅有被冷冻过的痕迹 然而在这颗可怕的头颅旁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三重陈婉婷 这张纸条上的名字 与大同派出所那封匿名信中的名字一致 警方迅速查询了失踪人口的档案 发现全台湾省 近有64位名叫陈婉婷的人 曾报失踪 然而通过法医对头骨的初步判断 死者的年龄大致在30至40岁之间 而在三重区报失踪的两名陈婉婷中 其中一个恰好是36岁 符合头骨的信息 因此警方迅速联系了这位陈婉婷的母亲 尽管经过一段时间 头颅已经干皱 但陈母一眼就辨认出了包裹头颅的衣物 因为这些衣服都是她亲自给女儿买的 此外 死者缺少梅雅的特征 也与女儿十分相符 事实上三个月前 陈婉婷的母亲已经向警方报案 寻找失踪女儿的下落 而等待了漫长的三个月 没想到却等来了一个噩耗 紧接着对于警方而言 一个全新的谜团浮现 是谁杀害了陈婉婷呢 又为什么要用盐巴淹她的头颅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死者陈婉婷的背景信息 陈婉婷十年36岁 成长在一个六口之家 父亲在十多年前因过度饮酒而去世 母亲 大哥 姐姐和弟弟陆续搬到了基隆 只剩下了她和二哥留在了三重区 陈婉婷容貌出众 大眼睛 从小学到高中 她都是校园里的焦点 追求者众多 甚至还有经济公司的人找上门 希望她能够拍摄广告 然而命运多舛 15岁时 她开始与社会上的一帮朋友混在一起 每天沉迷于抽烟喝酒逃学 甚至还染上了吸毒的恶性 陈婉根本无法约束她 18岁那年 她意外怀孕了 尽管身边的人都反对 但她还是坚持嫁给了当时的男友 之后两人就搬到了桃园区 怀胎十月 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曾以为此后生活会变得平静安稳 但不料 丈夫却接到了通知要去服兵役 为了生计 陈婉婷成为了一名理发店的洗头妹 每天默默倒数着丈夫退伍的日子 然而等来的却是丈夫拿出的离婚协议 丈夫告诉她 她不再爱她 她的家人也不同意这段婚姻 原因是陈婉婷家境贫寒 而且门当户不对 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 陈婉婷只好同意离婚 而且丈夫也不要孩子 于是她将孩子暂时寄养在了亲戚家 自己则失魂弱迫地回到了三重老家 此时她年仅22岁 陈婉婷无法承受离婚的打击 甚至一度产生轻生的想法 虽然幸免于难 但从此她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问题 经常浓妆艳抹地穿着睡衣在街上徘徊 见人就傻笑 离婚后她与二哥陈家父 共同居住在三重区的一公寓里 警方从邻居那里了解到 由于陈婉婷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几乎无法谋生 但她阴隐极大 为了支付开销 她常常以50或100台币的价格 同意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后来为了赚更多的钱 她开始带男人回家过夜 这使得兄妹俩之间经常爆发争吵 尽管如此 附近的好心邻居仍然关心她 不忍心看她受人欺负 会偷偷地塞给她一些钱 当警方获得这些关键线索后 立即开始调查 与陈婉婷有过关系的人 同时警方还在包裹头颅的内裤上 检测到了至少有两个人的经验 但由于陈婉婷经常在外游荡 结识了很多人 要确定她失踪前接触了哪些人 对方是否有不在场证据 实属大海捞针 最终警方还是通过一一排查化验 确定了惊艳来自一名出租车司机 因此警方将这名司机列为了头号嫌疑人 然而正当警方认为案件即将水落石出之际 他们却发现这名司机明显不是凶手 通常而言一个命案背后的动机涉及到情感 财富和仇恨 然而陈婉婷已经一无所有 而且在精神异常的情况下 那名司机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杀害她 这就说明凶手另有其人 然而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一位邻居的言辞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员在走访调查时 一些邻居听说死者是陈婉婷时 并没有流露出太大的惊讶 然而当警察给他们看照片时 大部分人会指着照片说 这不是阿慧吗 她什么时候改名了 这一情况引起了警方的疑惑 警方询问了陈婉婷的母亲才得知 在女儿离婚后为了改变她的命运 母亲将她的名字从陈叔慧改为了陈婉婷 然而周围的邻居并不至亲 因此许多人还是称呼她为 阿慧 了解了这一情况后 警方的思路开始有了转变 由于匿名信中明确写着陈婉婷 这表明对方对她非常了解 因此警方开始将重点放在 与陈婉婷同住的二哥陈家妇身上 因为在陈婉婷失踪的时候 没有同住的母亲立即报了警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 陈家妇却显得对妹妹的下落毫不担心 她声称自己太忙 要求母亲自己去报警 这明显不符合正常人在家人失踪时的反应 通常情况下 除非对失踪者的行踪非常有把握 否则绝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去报警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陈家妇的信息 陈家妇出生于1975年 十年38岁 比妹妹陈婉婷大两岁 初中毕业后 陈家妇选择当了一名厨师 案发时 她在一家自住餐厅担任厨师 老板和同事们对她的评价也都很好 老板说陈家妇在炒菜的工作上 很守规矩 认真负责 也很少请假 邻居也常常看到 她下班后会买很多零食回家给妹妹 还会给妹妹零花钱 她的行为给人留下了老诗人的印象 平日里沉默寡言 由于朋友不多 也很少外出交集 然而这些只是一部分人看到的其中一面 另外还有一些邻居曾表示 他们不止一次目睹陈婉婷从家中跑出来 大声呼喊着 我哥想要性情我 事实上陈婉婷每月可以领取政府补助的8000元新台币 这笔钱通常由陈母委托儿子陈家父分两次给女儿用于她的日常开销 然而这笔钱是否真正到了陈婉婷手中却存在疑问 毕竟如果陈婉婷有足够的零花钱 也就不会通过不道德交易来赚钱了 而且陈婉婷经常对邻居说 只有她答应与二哥睡觉才能获得零花钱 但由于她的精神有问题 大家并未把这番话当回事 然而鉴于兄妹俩的生活状态 警方怀疑陈婉婷可能真的长期受到了自己的哥哥性侵 同时由于陈婉婷在家中接客 陈家父对她的不道德行为不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陈家父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实在令人难以琢磨 种种的猜测也进一步引发了警方对陈家父的怀疑 更重要的是 陈家父曾从事过保险业务员的职业 自2011年开始 陈家父陆续为妹妹投保了大额保险 因为在2012年年底 她通过同事的介绍 借钱娶了一位内地的妻子 因此警方猜测 陈家父可能企图通过谋杀妹妹 来领取妹妹的保险理赔金 然后用来还债 为了彻底理清案情 警方查阅了三重和嘉义两地的监控录像 他们发现在头颅被发现的两天前 也就是3月13号 在上午11点左右 水上香案发公厕附近的监控 有拍到一位疑似是陈家父的男子 当时这名男子穿了件黑色羽绒服 戴着帽子和墨镜 手中提着一个塑料袋 然而再次拍到他时 他手中的塑料袋已经不见了 也就是说从公厕抛尸当天13号 到案件揭发的15号 死者头颅在公厕的冲水马桶上 放了整整两天的时间 为了确认此人是否就是陈家父 警方查看了陈家父的手机信号记录 结果发现陈家父当天接过4个电话 信号位置均在抛尸现场附近 案情至此 警方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陈家父至少知道妹妹程满亭的死亡 并干预了她的尸体 且具有强烈的杀人动机 然而光凭这些证据还不足以 使检方以杀人罪起诉她 原因在于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陈家父 涉嫌破坏陈婉婷的尸体 而不足以证明她就是凶手 警方考虑到陈婉婷被分尸的事实 猜测她在三重区的住所 很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认为在这个地方应该留下了一些线索 为此警方带了三只警犬上门搜整 很快便在卧室衣柜附近 等五个地方找到了陈婉婷的血迹 此外在住所的厨房 还发现了一把菜刀和一个大型的高压锅 在这些物品上都有检测到陈婉婷的DNA 这说明陈家父不仅将妹妹的尸体分尸 还进行了碰住 在获得这些信息后 警方正式拘捕了陈家父 然而被捕后 她却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妹妹 与此同时 警方在拘捕陈家父的过程中找到了陈家父的字迹 警方将匿名信上的字迹与陈家父的字迹进行了对比 结果确认匿名信确实是陈家父所写 因为陈家父的书写除了正常笔记外 也有很多重复描写的现象 至于匿名信 以及塑料袋中纸条上的字迹一致 此外 警方还调去了陈家父家门口的监控录像 发现她近期每天上班都会提着一个塑料袋 当她到达上班地点时 会把塑料袋放进冰箱冷冻室 下班回家时 再把塑料袋带回家放进冰箱 而离奇的是 在公厕发现了头颅 法医检测说 头颅有被冷冻过的痕迹 警方推测 这些日子陈家父来回携带的物品 很可能就是妹妹的头颅 警方后来询问陈家父的母亲 是否有注意到冰箱中的异常 她回答说 她一直未察觉到冰箱里的物品 案情发展到这里 警方仍面临一个问题 头颅找到了 那么其余的尸块究竟去了哪里呢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走访了陈家父的邻居 询问是否有发现陈家父的住所 近期存在什么异常情况 楼下的邻居向警方反映 陈婉婷失踪的那几天 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楼上穿来绞肉机的声音 有一次楼下的排水道堵塞 涌出了大量的肉末和血水 令楼下的邻居十分害怕 于是便前去敲陈家父的门 询问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当时陈家父非常紧张 匆忙解释道歉 表示会帮忙清理 随后那名邻居回应说不必了 他们会自行清理 然而在清理完毕后 这位邻居开始感到十分不解 但并未深究 认为可能只是动物内脏之类的 后来警方开始认为 陈家父有可能将陈婉婷的尸体打成肉末 然后排入下水道 警方随即请来了施工人员 挖开了陈家父楼下的化粪池 希望能找到人体组织的证据 然而由于时间过去太久 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的证物 化粪池里发现的也仅是一些鸡骨头 或者是其他动物的骨头 当警方将这一系列的线索汇总 案情进展已经十分明朗 尽管陈家父一再否认杀害妹妹的指控 但这已经无法改变已有的证据和调查结果 在确凿的证据下 陈家父终于坦白了案情的来龙去脉 在2012年12月9号清晨 陈家父多次被妹妹的电话吵醒 原来是陈婉婷要与一名南客交易的消息 愤怒的情绪在她心头滋生 便与妹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恰巧当天下午陈母曾探访过女儿 依然母亲的习惯 未来几天她都不会再来 于是陈家父在那个夜晚决定行动 将妹妹勒死 并割下了她的头颅 用盐巴进行覆盖 以延缓腐烂速度 她将尸体冷冻 并借助绞肉机将尸块粉碎 一部分通过下水道排放 另一部分则丢弃在外边 令人震惊的是 陈家父将妹妹在生前进行交易时 沾有多名男子精英的内裤包在外层 故意引起警方的注意 试图误导警方将调查方向 引向奸杀 至于为什么陈家父要通过匿名信的方式 将尸体主动自报给警方呢 这是因为截至陈婉婷失踪之前 她为妹妹总共购买了五份保险 保额总计有158万人民币 受益人分别是她和母亲 如果陈婉婷持续失踪 陈家父将不得不等7年时间 才能获得保险利赔金 只有将妹妹的死讯揭示给警方 她才能迅速地获得利赔金 随后陈家父在内地的妻子刘女士 也向警方提供了一项重要的信息 使案情更加的清晰明了 她透露自2012年12月30号 她来到台湾时 陈婉婷已经不见了踪影 不过她当时留意到 家中确实有一台绞肉机 然而虽然她没有亲眼见过陈婉婷 但在婚前陈家父曾向她讲过 与陈婉婷同住的情况 她描述陈婉婷吸毒喝酒 交友不慎 形容她不是个好东西 然而当刘女士于12月搬到台湾 并询问陈婉婷时 陈家父镇定地告诉她 妹妹走丢了 得知陈婉婷失踪后 刘女士的反应与正常人无异 她建议丈夫立即报警 然而丈夫却不耐烦地拒绝了她的建议 随后在三重区的住所中 她闻到了一股难以忍受的异味 但陈家父却解释那是楼下小吃店的排烟味 刘女士提出要对房间进行大扫除 但遭到了陈家父的拒绝 丈夫从热情到冷漠 这让刘女士感到十分困惑 在刘女士的印象中 陈家父对她唯一感兴趣的 似乎只剩下了一件事 那就是为她办理保险 直到案件曝光的前半个月 也就是2013年2月28号 刘女士正在家中打扫卫生时 在冰箱最深处 发现了一颗冰冻的人头 她非常害怕 但没有敢发声 她欺骗陈家父说 她老家亲人去世 然后就连夜离开了住所 返回了内地 事后回想起这一幕 刘女士依然心有余悸 耳边回想着 我能给你买份保险吗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陈家父会面临怎样的审判 在审判中 陈家父竟开始装疯卖傻 声称她大脑内 被外星人植入了晶片 而且外星人正在使用激光追杀她 强迫她犯下了罪行 甚至在法庭上 她不时的还口吐白沫 晕死过去 然而陈家父的母亲 在庭审中提出 她的家族确实存在 精神疾病的遗传史 大儿子也一直在服用精神药物 此外陈家父也提供了一份 自己的精神疾患的证明 尽管如此 法官仍将她送往了台大医院 进行精神鉴定 结果显示 陈家父并没有任何异常 检察官认为 她只是在装疯卖傻 试图逃避死刑 而且在关押期间 她在监狱中的表现 也与正常人无异 另外检察官注意到 陈家父的中度精神障碍证明 是在2012年3月份开出来的 2011年她为妹妹买保险 2012年为自己开精神障碍证明 这种种迹象说明 陈家父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策划 考虑到有被抓的可能性 所以才开了精神障碍证明 随后检方将所有证据提交至法庭 希望能够判处陈家父死刑 然而陈家父的母亲一直在为她求情 称她特别孝顺 作为既是被害人家属 又是凶手家属的陈母 她说两个孩子都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虽然她舍不得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能做些什么呢 她表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不能再失去儿子 希望法官能够原谅阿福 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 到了2015年4月30号 最终法官考虑了沉默的请求 尽管陈家父犯下了杀人罪 手段残忍 但法官考虑到 她的母亲刚刚失去一个女儿 即将失去另一个儿子 恐怕她会难以承受更多的痛苦 因此陈家父最终未被判处死刑 而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然而审判结果一经发布 众人普遍觉得判决过于宽容 如果陈家父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对家人看重 那么她又怎么可能因为保险理赔金 而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亲妹妹呢 可怜的陈婉婷命运多舛 先是承受了婚姻的破裂 接着陷入了精神错乱之中 然而最终却命丧于亲哥哥的魔罩 陈家父与虚伪的面具 把自己伪装成了孝顺老实人的形象 甚至在匿名信中写下好心人流 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怎样的人 在对待亲人时竟能如此残忍冷漠 然后还自称是好心人 而好心人的背后竟是丑陋的人性 利益和自私 或许我们无法想象精神错乱的陈婉婷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恐和绝望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地 关爱和呵护身边的人 尤其是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人 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人 更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关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聆听他人故事 体悟你我人生 我是徐探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